美国登月计划到底是演的还是真的 比尔一生都在揭穿NASA的谎言 为了验证阿波罗登月计划的真假 温德利在地球上建了一个场地 模拟NASA在月球拍摄的照片 并从以下几点解开答案 第一点 从这张照片的拍摄角度来看 宇航员应该处于阴影部分 为啥整体细节都能看得这么清楚 第二 为什么物体的阴影不是平行的 第三 为什么NASA拍摄的所有照片中 看不到一颗星星 第四 月球上没有风 为什么感觉旗帜在微风下飘摇 第五 为什么六十年代能完成的登月计划 现在却无法完成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大多数人还无法用自己的认知 怀疑阿波罗计划的真实性 大家都沉浸在赢得了太空争霸的喜悦者 而作为某技术出版物的负责人 比尔凯斯在当年就提出了质疑 他认为三名宇航员乘坐电梯 到达指挥舱后并没有进去 而是从其他地方下去了 因为NASA不想拿宇航员的生命冒险 这个说法并不是无中生意 大家也许不知道 在阿波罗发射的前十四个月 阿姆斯特朗试飞领次月球着陆器 但结果出乎意料 整个着陆器失去控制 在空中左右翻轨 在坠毁前的一秒钟 阿姆斯特朗弹射逃生 比尔凯斯姐这样的着陆器 根本无法在月球上工作 航空工程师温德利 在加利福尼亚的戈壁上 建造了一个实验场 他拿了一台宇航员同型号的哈苏相机 这台相机经过改装 可以挂在宇航服上 宇航员不用全程端着他拍摄 也不用看取景器 只要面对要拍摄的物体 按下快门即可 但沃伦觉得他们在撒谎 因为NASA公布的照片很完美 想要达到这个效果 那就要精确的调节焦点 设置快门速度和光圈大小 宇航员戴着笨拙的手套 是怎么完成这些动作的 温德利给出了答案 在宇航员使用的相机上 安装了很多小拨片 提前设置了近中远的对焦 宇航员只需要推动这些拨片 就能调节各种参数 而快门的接触面也改得更大 方便戴手套使用 而且在平时 宇航员可以把相机带回家 练习拍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早就熟练地掌握了这种拍摄方法 但比尔却说 照片上的阴影 是我们没有去过月球 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因为太阳是月球上唯一的光源 物体的阴影也应该平行 为什么有的阴影 会在不同的方向 看上去就像两个光源 从不同的角度照射过来 物理博士库克给出了解释 如果相机用的是广角镜头 或者在有凹槽的地方 那么形成的阴影 就会改变方向 而宇航员在阴影处下飞机时 画面非常亮的原因是 除了太阳直射的光 月球表面的光 也会反射到宇航员身上 这张照片就没看过 着陆器本身反射的光 也会让宇航员显得更亮 而插在月球上的国旗 两面都很亮 是因为这面国旗 用尼龙制止 这种材质是半透明状态 光线可以穿透的 不管从哪一面 都能看清楚 以上几点虽然不难解释 但在无风的太空 旗帜为什么会随风飘扬呢 当宇航员把两个旅馆拼接好以后 得扭动旅杆 插进坚硬的月球土壤 此时旗帜下方 没有固定的角 就会向上翻滚 而他们使用的旅馆很有弹性 在松开之后会继续晃动 而看不到星星更好解释 温德利用一束强光照射人物 并用相机拍下他和国旗的合影 为了不让人物过度曝光 进光量就会很少 所以拍不到星星 但这些无法满足人们的好奇心 有人提出 在着陆器着陆时 为什么推力系统没有吹走灰尘 温德利解释说 着陆器进入月球时 速度已经减少了四分之三 在降落时 排气对月球表面的影响很微弱 但仔细观察照片 还是能看出 在火箭喷嘴的下方 月球表面有被吹开的痕迹 想获得更有力的证据 也许从苏联的反应就能看出来 当时美苏正在冷战 苏联已经拥有监听阿波罗任务的技术手段 如果是假的登月 苏联当时完全可以站出来揭露 但他们没有证据能证明 这次登陆是假的 只是现在人们怀疑 以60年代的原始计算机和制造能力 都能登上月球 为什么现在的高科技 还需要再等待25年呢 难道真如NASA所说 他们丢失了登月的所有技术吗 可是随着阿波罗17号碎片坠落在太平洋 美国宣布登月计划全部结束 50年后的今天 NASA将再次向月球进发 只是这次 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登上月球 NASA给这个计划起了个响亮的名字 阿尔特米斯计划 阿尔特米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月亮神 看来这次 NASA想大干一番 现在阿尔特米斯一号 已经和猎户座飞船组合完成 并计划在美国时间8月29号 早上8点33分到10点33分发射 阿尔特米斯LSL火箭 比自由女神像还要高 整体高度接近100米 有效载荷27米 这次发射是一次实验 并不准备搭载月球 只是绕行月球一圈后 返回地球 如果一切顺利 那阿尔特米斯二号发射时 就会搭载月球 但还是不会登陆月球 毕竟50年过去 还是稳加稳打来的实在 如果以上过程都很顺利 那按照原计划 NASA将在2025年以后 送第一位女性登上月球 而登上月球 才只是阿尔特米斯计划的第一步 接下来 NASA还想在月球轨道 建立一个名叫门户的空间站 宇航员在登陆月球前 会先乘坐猎户座载动飞船 到达门户空间站 然后换成专门的登月陀路器 登陆月球 返回时也同样要在门户空间站进行中短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突 整个过程进行的并不税 看看现在的国际空间站就知道 想要凭借他们自己的力量 在月球搞一个空间站 毫无疑问 难度会更大 首先就需要大量的经济支持 当年的阿布鲁计划耗资251名 即便是当时最强盛的美国 也无法持续下去 现在还要在月球中建造基地 这个工程量 不是当年阿布鲁计划可以不易 再加上门户空间站的延制时间不断推后 可能十年里都没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登月 不过大哥领头后面的小弟 几破头都想搭上这艘快船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日本 英国等个美加 都已经加入了阿尔特里斯基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拥有月球矿体开采 而我国也在推进登月计划 开始研制推力更大的火箭 并计划在2030年之前 由嫦娥系列对月球南极进行多次考察探测 也许现在的品鉴站 就是为了给月球中短站积累经验 稳扎稳导 一步步实现我们的月球梦想